这个就是上面有一层碎石 然后碎石下面就是松土 你看 管干嘛躺在我船上不下去 大量耐在我车上不走了 三个人三辆车穿越大海道五轮区 大家好我是五谷一 咱们今天正式进入大海道的核心区域 你看再往前走就开始没有信号了 其实这个大海道已经建成了那个景区 所以它会有这个主干道 这个主干道的路况就是非常好 什么车都可以来 除了这种主干道 还有几条主要的岔路 那个岔路就是沙土路和戳衣板路 但是它那个路况也还是可以的 就是很多车车来车往 那个路面已经是很扎实了 但是像我这种车比较重 但后面动力不是很足的情况下 还是容易限车 那些正常那些轿车的话 注意一下还是可以的 但是最好还是四驱车 咱们继续往大海道深处前进 不是什么 感觉 现在进了大海道的峡谷地段 你看这里两边这边的岩壁都分化的特别厉害 随时可能会有大石头掉落下来 看到没有 那里又掉落了一堆 这里你看这里石壁缝隙都非常大了 那个大石头随时可能会有这个石头掉落 而且都是特大块的 看到没有 太干旱了 随时可能会有这种大石头掉落下来 不得不说生命力还是很顽强的 这几天在这个戈壁真的是没有看到一点绿色 但是走进这个峡谷 突然发现了这一片绿草地 看到没有 你看 这里居然有这么多的绿色植物 在这个戈壁滩里面居然有水 你觉得乐呀 来凉快一下 就不怕水 这个风实在是太大了 我这个大面包真的不如我之前开的小面包 这个已经不知道我在大海道的第几次线车了 现在我们到了这里 你看这里是大海道的水源地 已经到了戈壁滩的中心地带 这里是没有信号的 看到没有 一片花梁 其实我以为这个路况应该是没问题的 都是突满了碎石 你看这个是我的车肘印 应该算是挺结实的 但是我的车子还是陷在了这里 这个呢就是上面有一层碎石 然后碎石下面就是松土 你看 关键是这里手机没有信号 联系不上大量 我车上虽然有拖车绳 但是它这个车估计拖不动我 这个小面包开得飞 没有一点问题 开到这里连车印都没什么 看到没有 其实在这一大片的地方 都没有明确的路 看到没有 就是走的车子多了 就压成了路 之前买的还没用过 试试下你的车能不能拖吧 看来还是拖不动完 你看它的车子轮胎也陷住了 拉线的越深 前杠完全拖底了 大量终于过来了 终于发现我们跟丢了是吧 开不动了 有限车了 有限车了 还是得超大量的车拖一下 这个面包车还是拖不动 就来了 继续出发 我们现在到露营地了 这里就是那个大海道水源地 这里是大海道深处唯一一个有信号的地方 咱们看一下 这个停车场超级大 但是没有停多少辆车 就我们三辆车 你看 然后面还有一个车队 全是越野车 你看这个杆子 哇 目前这个风好大呀 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了 但是太阳还没有下山哦 水源地的介绍 这里有一片小小的沼泽 这里还有挺多水的 但是这个水不能饮用 你看 这里富含硫酸等多种矿物质 不能饮用 但是具有沙津效果 看看 你看 这一片沼泽面积还有点大呢 这个大海道除了这个主干道是水泥路 其实这些所有的岔道都是这种沙土的路段 你看 就只有这些主干道是 这里的风景是真好看 这四辆车 这样一弄还是挺帅的 他们要走了 来坐下 现在这里温度太高了 到后面狗子之前的毛太浓了 现在你看 你到处在拖毛 一掉一大戳 那些毛 看到没有 还要掉一些毛 都是一戳戳的掉 本来想说 等那个风停了 在这里起锅烧油做饭的 结果现在已经九点半了 月亮已经出来了 你看 那边太阳也要下山了 这个风还是不停的吹 只能在我车上起锅烧油做饭了 你干嘛躺在我船上不下去 外面风那么大 下哪去 下去 是我今天 你这是啥造型 我这几天天天拿你车 我这躺一会特别累 大量耐在我车上不走了 现在外面风太大了 到后面外面没法待 到后面我在车上这里做饭吃 待会一起做饭一起吃个饭 等他视频剪辑好了 再把它赶下去 好了 喜欢我的点点关注